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三章的课文内容 它由四个主题组成 第一个主题是语言和文字 在此,马来世界王国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将被讨论 第二个主题是语言和文字 文学得以产生是基于马来世界王国语言和文字系统的发展 文学在马来世界存在的证据将在这个主题被讨论 第三个主题是建筑 在此可反映出马来世界王国文化的独特建筑将被讨论 第四个主题是社会结构 在此发生在马来世界王国的社会结构 以及社会结构如何继续马来世界王国的社会将被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把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同时别忘了通过订阅来支持我的频道 您的订阅是我继续制作视频的动力